弟弟世界之物影战婆 第三十三集 运气这种东西 对某些人来讲是亲娘 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 他却是个后马 司马会觉得自己这伙人 大概就是后娘养的 他们随着坍塌的茧状植物 落进了野人山巨型列骨的最深处 这里地形特殊 不知在多少年前 经过天翻地覆的结束 造成了水脉下行 山体内部渐渐露空 从而使得大片的原始森林沉入地底 列骨内又随后生长出散钙般的包子植物 彻底将地下森林遮蔽 年深日久 竟然积泥成爪 使得这个垂直深度两千多米的幽深洞窟 永不复见天日 所以树木在这片封闭潮湿的区域中 腐朽速度极其缓慢 颜色暗绿 看在眼中黑压压的 文如之眠 倘若没有任何的变故发生 恐怕再经过几万年 他们的经络都会保持原状 直到文士特殊运输机里装载的 震爆炸弹被人引爆 化学落叶际四处飘散 破坏了封闭着裂谷底层空间的厚重植被 泥沼随即下陷 才使这片区域暴露出来 由于爆破点并非在裂谷的最中央 远处的植被虽然也尽数死亡 但是毁坏状况并不严重 仍有无数黑柱般的根脉垂入地下 所以探险队仅剩的这四个幸存者 不得不在裂谷底部 寻着植物的残骸向纵深处移去 寻找到能够攀升向上的区域 谁知就在这片幽深凝翠的地下森林中 竟然还隐藏着一道黄金七成的墙壁 高耸毅力的墙体被泥土和枯藤覆盖 拨去了尘埃就露出了耀眼的金光 在沉重的黑暗与薄雾笼罩之下 根本无法看清这堵黄金墙壁的规模 未见金砖上的浮雕重叠叠 无穷无尽 但是反而有序 精妙绝伦 宫桥几乎不似人间之物 司马辉等人 举着探照灯看了多时 个个是目瞪口呆 就见眼前的每一块金砖 都被铸成了一层人面古塔的轮状 每七重合为一体 塔基下盘有蟒蛇 其形态各异 千变万化都不相同 塔身中的黄金浮雕 则是涵盖着苍穹大地 上至日月星辰 下至走兽生灵 飘逸的仙女 猙獰的巨蟒 相守人身的武士 甚至踢阴鸭马的战争 以及俯视云云众生的神佛 天地万物 戒子虚拟 可以说是无所不保 缅甸受印度文化影响深远 千百年来佛法昌盛不衰 各地都有明似古上 可是这些黄金浮雕中的神佛 形态奇特万壮 充满了离奇的异域宗教色彩 甚至与世界上任何地区 常见的神佛形象都有很大区别 似乎可以从他们身上 溃探到一个古代王朝 早已消失了的神秘背影 四个人 做梦也想不到 缅北的深山老林里 会有着许多金砖 他们陆续剥去两侧的枯枝败印 嵌满宝石和浮雕的金砖 不断显露出来 实不知这道墙壁究竟有没有尽头 越看越是令人眼花缭乱 然而探照灯 只能照明身前的十几步 这种感觉就如同盲人摸香 附近也没个参照物 完全难以判断真实的情况 众人在叹为观止之余 只觉得一种巨大的闭嘴感 一扑面而来 正面铸就了黄金浮雕的高墙 犹如一尊沉默冷酷的天神 他寂然无声 弃定神贤地接受着 凡人的瞻仰与惊叹 司马会等人看罢多时 都不免心中耸立 有种几倍发凉的感觉 宗教的力量可以使人类痴狂 大概也只有基于这种原因 才会成就如此显赫灿烂的奇迹 目睹了这些黄金浮雕的存在 就立刻会使人脑海中浮现出一个 出自佛法的词语 不可思议 司马会一面看 一面在心里打搞 这面墙壁的规模难以估量 横根沉眠在地底 似乎绕都绕不过去 天知道会用多少块金砖呀 墙壁的根部已经沉入到地面 很大一截 其余大部分都沉没在黑暗之中 眼前所见无非是其中一鱼 根本难以想象上千年前的古人 究竟是如何建造他的 这个被沉寂不散的迷雾笼罩 吞噬了无数生命的野人山巨型猎谷里 为什么会藏着如此之多的黄金 究竟是哪朝哪代所留 这些欠满浮雕的黄金切合严肘 像是一座建筑物的墙壁 而它又有着怎样的形状和规模呢 九州四海之内 眼所未见是闻而所未闻 蹊跷古怪的事情也不知会有多少 虽然司马辉和罗大海阿翠三人 在这些异域的深山老林里有些年头了 可对缅甸的风物历史仍是支支有限 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阿翠敲得心下发毛 对司马辉道 这些黄金符旧的符雕 好似与缅甸庙里的菩萨不大一样 他们看起来好怪 司马辉点头道 曾听说释迦摩尼佛祖是降生在西方舍利杀利王家中 生下来时一手指天一手画地 口称唯我独尊 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 脚下涌起金莲花 托举丈六金身 能辩能化 无大无不大 无通无不通 普渡天下众生 宝像庄严 妙法无边 好作天人师 可这黄金符雕上的神佛 却是如此怪异争宁 我觉得这些丫头养的怎么看都不像是扇类 处处透着股邪气 罗大舌头骤然见到这些黄金 不禁又有许多感慨 他用手拍着浮雕上的一尊神佛面孔 提醒司马辉道 你小子留点口罩行不行 在这他妈这么庄严的地方 可不敢胡说八道啊 咱都是贫下中能出身的 咱哪见过这个呀 反正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黄金原来也这么普通 竟然可以当作建筑材料 跟木屠瓦石没啥区别 这要是都运到山外去换成军火 我的妈呀 能装备多少部队呀 别说卷土冲来 占领阳光不在话下 如果省着点用 发动第三次四季大战也不是问题 我罗大舌头平生有个志愿 就是要当国防部长 选购军火咱绝不能要老美的 美国造虽然险阱 这个故障率也高 还是得用捷克加拿大和苏联造的皮上 在漂泊大雨和河流泥沼里泡上半天 照样抄起来就能打 阿翠劝罗大舌头不要动 佛面上刮金的念头 免得惹火烧身 何况众人从地震炸弹在爆破现场逃生之时 都受到了化学落叶剂的灼烧 虽然还不知道震动弹弹仓里装填的具体是哪种工业化学毒液 但是看其对地底植物迫害污染的程度 了来最后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如今劫后余生已属于不幸中的万幸 现在应该考虑的只有尽快逃出野人山 在大县到来之前越境回到中国 怎么居然还能有心思动这些呢 司马会道 阿翠你说的还真有道理 不过黄金这种东西果然是动人眼目 人见人爱 不仅咱们中国人民喜欢 世界各国人民也都喜欢 它是和平的象征 我觉得咱们要是为了世界和平 把黄金宝石都带出去 就算佛祖知道 也肯定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司马会一别捅阿翠和罗大海说话 一别偷眼观桥玉飞燕 发现他神色忧虑 甚至带有几分惊恐 不知是出于什么缘故 曾经有个伟人说的好 一个不想发财的盗墓者 不是一个合格的盗墓者 司马会觉得事态反常 就问玉飞燕是否知道些什么 玉飞燕毕竟是惠子行里 第一出尖的人物 看了黄金浮雕上有五束古塔 心中已经有了些轮廓 只是管中溃爆 一时还不敢断言 他被司马会一问 才回过神来道 这些金砖的橙色有些古怪 不像是真正的黄金 但究竟是什么物质 我也分辨不出 另外这座浮雕既不是墙壁 更不是寺庙和古城 恐怕也不是咱们 所能够想象的任何建筑物 而且它根本就不应该 出现在野人山 众人文言更是迷惑不紧 他们虽然常年在缅北山区作战 但从未听说过此事 满肚子的问题 却不知从哪该问 玉飞燕神色凝重地说 这里很可能是 阿诺加耶王建造的黄金蜘蛛城 又称四百万宝塔之城 他随即对众人简略地说了经过 原来所谓的黄金蜘蛛城 是一个流传了千年的古代传说 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显赫强盛的战婆王朝 史称古战 国土范围是横跨越南和老窝北部 重新起源于古印度的废陀兽主 辖地内盛产黄金 美玉象牙宝石 财富强极一时 因此也令周边的诸葛垂斜三尺 屡受侵蚀 但战人北抗中原 南剧简阅各王朝 始终未落下风 直到元氏祖派大军征伐 才使之逐渐衰落 其后裔至今还存留在越南老窝等地 古战人的城池 与历代国主的灵情 绝大部分毁于战虎 少量保存下来的废墟遗址 也早都成了蝙蝠和蛇属七身的巢穴 然而在越南等地 至今还流传着一个关于战婆王朝 黄金蜘蛛城的传说 现今已被考古学家发现的柬埔寨吴格窟 莫罕莫尼公 印尼 婆罗门浮雕等等 虽也有奇迹之称 但都远远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只不过始终没有足够的证据 能证实这一传说的真伪 相传古代西方有巴比伦王建造的通天塔 而东方则有与之匹敌的黄金蜘蛛城 在阿奴加耶王统治时期 曾有一座以黄金铸造的城池 嵌满了各种宝石和翡翠 城壁上浮雕有无数宝塔 故此得名 奢华璀璨之极 几乎可以日月征徽 不过此城却非城 只是由于规模巨大 按古制十里为城 因此才得了一个城字 至于里面究竟有些什么 或者说城中是否存在宫殿乌语 从来都无法证实 古战人在黄金蜘蛛城上 穷尽了倾国财富 从而一蹶不振 终于导致了后世衰败灭亡的厄运 但入侵征服战魄的各个王朝 却都没有发现这座城池的踪迹 所以大多数人认为 那段历史近乎空白 这座神秘莫测的黄金蜘蛛城 可能仅仅是个虚妄的传说而已 未必当真就存在于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外来者在越南老窝等地 大肆掠夺了大量文物 其中包括了几幅战魄国 遗留下来的壁画 里面描绘着 四百万宝塔之城的图形 给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 许多宝贵信心 人们由此才发现 四百万宝塔之城的称呼 其实并不确切 首先 四百万是个虚数 黄金浮雕中的包塔 究竟有多少 谁也说不清楚 另外 它也不是一座城池 更不是神庙墙壁 临寝一类通常意义上的建筑物 从那些壁画彩绘上 就可以看到它的形状 大致是一个 用金砖堆积成的齿轮型建筑 中部为椭圆形 外侧各有长短各异的八足 向四周延伸 整体轮廓近似蜘蛛 近代学者对他们的认识 大多来自于平面壁画 以及文献资料 除此以外别无考证 所以西方人都称它为 黄金蜘蛛城 他们认为 这只是战坡王朝的一个 古老图腾或符号 也不见得真有实物 即使黄金蜘蛛城 确实存在于世 也该是在北越和老窝境内 玉飞燕此刻建造的 浮雕上的重重古塔 直到十有八九 就是战坡王的 四百万宝塔之城了 想不到竟会沉埋在 缅甸野人山的巨型猎谷里 怪不得从来都没有人 能找到它的踪迹 世间对黄金蜘蛛的 这个神秘物体的认知 始终非常有限 只知道这座四百万宝塔之城 是用无数柱有浮雕的 黄金砖堆积而成 从来没有谁能够解释 古人为什么要建造它 另外 古战王朝供奉的 废陀兽主没有真身 却有着数种奇诀怪诞的象征体 蟒蛇与古塔 正是其恐怖之相 预示着 终结 和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